各位戰友網友大家好 這裡是戰友之聲 Voice of God Media 月月頻道 今天是10月30日 有我Casio和文宇為大家主持 文宇跟大家打聲招呼 Hello 各位網友 戰友 大家好 我們今天集中在香港這邊 我們知道昨天說 黃之鋒被人正式DQ了 就是說篩選 說他不合資格 昨天就只是港府公佈了這個結果 那是什麼原因呢? 今天港澳辦就給出了一個答案 港澳辦的答案是非常搞笑的 說他因為他去外國 尋求干預 這個已經觸犯了一個兩制的底線 所以DQ了他 這個結果呢 其實都在大家的意料之內的了 只不過就是這樣說出來 還要以港澳辦的位置說出來 我才覺得非常搞笑的 你對這個你怎麼看呢? 很明顯的秋後算帳 看回張達明說 香港其實早就已經進入了中國的發展模式 那黃之鋒去美國告洋長 那你中國那些 所謂的政府部門肯定不喜歡的了 那你現在是做一個DQ的動作來報復呢? 這些也是意料中的事 嗯 但同樣的呢 我反而呢 也都是看到一個signal 就真是 華製呢 就是說 這班港澳辦也好 港府也好 這個整班都是那些豬隊友來的 那你明知道現在就是香港問題 已經是提高到這個世界的層次 是全世界一個關注的中心 你還要在這樣的情況 敏感的情況下 還要黃之鋒是代表香港 走去美國的國會廳聽證 就是開了聽證會 那它現在它說的東西 就不是只有你香港關上門自己人聽的 你是國際上它都有它的聲音 它的聲音是被全世界聽到的 那你這樣去搞它 那你只能搞到全世界都可以看 將那個重點關注 那而且呢 你現在呢 你那個《中英聯合聲明》 現在是誰違反在先呢 是吧 人家英國老張 統治了150年的香港 當時交給你那個人士 當時的財政儲備呢 是4千多億 那好像彭定康所說的 這個呢 就真的是 埃及妖後式的那些假裝 現在呢 就被你那些仆街 就敗到七七八八了 那一個兩制呢 也都是被你們那些人 就破壞到七零八歲了 那現在你還在說它挑戰一個兩制 那這件事情 就是稍為那個正常思維的人 都會覺得這件事情很荒謬 那好了 那現在你還要更加是 給別人有一個口實 就是說你更加在破壞一個兩制 那你覺得別人會怎樣呢 登下黑啦 登下黑 那一國兩制裡面寫明說 北京的各級部門呢 你不可以直接干擾 香港的獨立的政制的嘛 那你現在是明目張膽的了 啊 啊 鍾樹根的施根議員說的 明張目膽啊 是啊 是啊 你在干擾著 干擾著香港的制度 那你已經不是第一次 而這次在現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之下呢 你夠膽是這樣搞的 那你 我只可以說是這幫豬隊友 又做了一齣好戲出來啦 是啊 你是更加是給了別人的口實 是說你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那你說那幫傢伙這樣做事 那你可想而知 我想說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就是說 中國政府 共產黨政府 還有呢 就是說他們這些企業 在香港 就是說都有整二十幾年啦 那大無私養走來香港 上市也好 開公司也好 那大家其實呢 在香港的香港人呢 其實都有一種感覺 就是說 當你特別是做到領導這個層次的時候 我發覺就是說 那麼有才也好啊 因為你是香港人 你不是他的自己人 那他永遠就只會用你 但是呢 就永遠都不會相信你 更加不會給權利 是一個是普遍的 這樣的心態的 那麼 而香港人呢 現在都是覺得呢 就是說 他高薪請回來 找一些列頭 就是找一下外面的市價 分分鐘給外面的市價 高20%都好 挖一個人才回來 他只不過呢 就是看中呢 就是他的背景 他的學歷 但是他不會用他的 就是給人的感覺呢 就是說 你去買一個Prada 買一個LV Cucci的那個名牌的那個袋子 只不過呢 是show自己 告訴別人 那我用得起Prada 我用得起LV的 但是問題呢 就關上門呢 這個呢 就放在那個神口那裡攻的 他永遠都不會用他的 就是有一種這樣的心態 是 自九七 香港淪陷之後呢 那種 共產病毒 企業文化呢 就是 已經傳染到香港了 很多的中資也好 外資的企業也好 包括是 那些大銀行也好 就已經被那種共產病毒滲透了 將奴才當人才用 將人才就當奴才用 那你這個企業呢 有什麼辦法 是會做得好下去 而且做得長久的呢 是啊 因為他留不住人才的 你抱著這樣的心態去用人 你怎麼可能用得到好人呢 是不是呢 你正常來講的話呢 如果說那個是聰明的 是一個人才來講的話呢 他是更加是需要你放權 給他去自由發揮 如果你連這個自由度都剝奪了他的 他怎麼可以發揮出來呢 那他唯有是 就是說走的嘛 那所以呢 就是說在中資裡面呢 那些他用高薪劃回來的 又放在神台不用的那些呢 分分鐘就是說半年一年左右 過仔一看過這麼多對勞 立刻走 香港人在這方面的那個感覺呢 其實也都非常的準的 就是說第一時間的感覺到就是說 這些中資的公司也好 就是各個地方走過來香港 開的那些所謂的那些 講公營又不像公營 講私營又不像私營 但是呢 就個個都穿著皇馬卡過來的 這幫人 得罪又得罪不起 卦又不說得 本事又沒有本事 講的那些東西呢 自己講的那些東西呢 根本人家都不會聽的 那你放在腦裡 永遠都沒有辦法發揮的 是不是 是的 就好像大陸 現在正在走的那一套 凡是那些什麼私營公司也好 也好 私營企業也好 裡面一定要擺個黨支部 是不是 而且它這個黨支部 雖然是沒有參與經營 但是它要有實際的話語權 實際的否決權 這下午才要命 是的 一直以來都是外行 在管內行 就是這麼多年都沒見過 是 是的 嗯 這個是在說黃之鋒這件事 第二個呢 我們就 就是說 我想 我們早兩天有個新聞 有個警二代 它有個心聲 就是說 因為現在 就是說 有6月9日 觸發的這個疫權的運動 就因為那個警權濫捕 就是說警權濫捕 令到就是說 我們都有 經常都聽到的 就是黑警死全家 這些口號 是的 那就是說 黑警它的背後 一個家庭 它有父母 有兄弟姊妹 有子女 那他們那些 就是說黑警死全家 就差不多是一個家族 都牽連在裡面的 這個警二代 它本身它是勇武派的 它是走在最前線的 那麼它就變成 講起來 它就說 因為我是 就是說警察的家庭 那麼我都有這個心理準備 到時候就被人清算 那麼其實聽上去都挺心酸的 那麼而且呢 就以香港這樣的社會來講的話 對於這個就是說 豬連狗族這件事 就是已經覺得很遙遠的 這些是真是古代都不古代的 那些 在香港這個社會輕易 那些人是不會講出來的 但是呢 就是說現在在共產黨 就是說回歸了之後的話呢 各樣東西全部都倒退到 真的跟回到秦國一樣 秦朝那時候一樣 那就是說被人搞豬連 所以現在呢 也都因為看不到那個希望 可以監察警方的那個權利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說衍生了出來 就說 誅咒它 我只可以說這個是一個誅咒 而不是說真是那些人呢 是一種的心態 想說 就是誅連狗族的這個心態 但是問題說出來呢 以警二代的那個來講 我都覺得是有些心酸 有些無奈 但是問題看來 我已經是有承受的這個 心理準備的 但是呢 它是希望呢 就是說 就是說 有入 就是說香港回復了正常之後 那可以呢 就理智的去看 它希望自己的身份呢 被人認同 因為它是 它用自己的行動 其實已經是跟這個家 已經說清楚界線的了 那但是問題呢 就是說當人家一說起來 黑警死全家 多多數多好像覺得受了牽連弱 對不對 是 那這句話呢 雖然是很惡毒的詛咒 但是不可否認 它也都是 現在香港社會 對這個 港共控制的武裝組織 那種心虎痛絕 是啊 是啊 這個警二代的心聲呢 也都告訴我們 同一個社會裡面 會有不同的聲音 有不同的認同 只在於它 是要作惡 還是行善 是不是呢 那你有個黑警老闆 那你作為一個成年人 你要為你所做的事情去負責 將來 我不可以說是用清算這個詞來懲罰他們 但是呢 他們應該 扶回他們 應該扶的法律責任 對 對 你說得非常好 因為其實呢 任何一個文明的社會 是不應該用到清算這個詞的 就是說呢 一人做事一人當 我們呢 就是說 港產片 就是說 未回歸那時候的 港產片 什麼都好 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 當那個人 因為經濟也好 因為其他的犯罪也好 他那個人去坐牢 但是呢 那些家族的企業 或者是怎麼樣 他繼續在運行 是完全不受影響的 那當他出了獄之後呢 他可以繼續去回他自己以前的那個位置 可以繼續為這個社會效力的 那這件事情可以看到 就是說在香港的這個 英國的這個法律的制度下面呢 這件事情呢 其實香港人一早已經認同了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我講呢 就是說 黑警死全監 一聽下去好像搞豬年那樣 但是其實香港人的那個理念方面來講的話呢 是根本是不會認同的 那只不過呢 就是因為現在呢 是看不到一個希望 因為一個絕望的一個情況下 那才從心裡面呢 講出來的一個詞咒 那這件事情就好像呢 就是說 香港呢 你知道有打笑人這個習慣的啦 就是在我警橋下面 我警橋下面 打笑人 什麼我讀話都講出來的 你當他這件事情 其實是一種法事的心態 是的 是的 也是發洩的渠道 是的 是的 OK 那第三件事情呢 也都是因應呢 就是說接下來 11月的這個區議會的這個選舉 但是你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 就是香港現在呢 那個社會上面呢 就是說無論是建制派也好 無論是泛民也好 它現在的這一次的區議會呢 就是大家都全部呢 就推了一些 就是年輕的上去 所以你會見到呢 幾乎幾乎以前那些熟口熟練的那些老面熊呢 全部都退居了幕後 做指導啊 或者是讓言啊 就是全部呢 就把那些機會讓給年輕人 那這件事情的話呢 就是帶出了什麼訊息呢 我想聽一下你的看法 嗯 這個是必然的趨勢來的 因為呢 現在的社會的網絡的資訊啊 就已經不可以用傳統那一套的洗腦 來去操控的政治 他已經是很快通過網絡去傳播呢 給大家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是很容易看到的真相 而老的那班 老的那班的 參與政治那班 無論是建債也好泛民也好 他們已經是沒有那個能力去掌握到這些資訊 唯有現在期望那些年輕人去做 因為這些年輕人有能力 而且接收的資訊比最上那一代民政的人轉得要快 而一些還有老的在那裡 只不過是一個我當它是花瓶這樣看 實質起不了什麼作用的 包括建制和泛民 其實以前 我說的是以前 即是說現在就算他們著力培養新的年輕人都好 他是將它作為這個第三T隊 就是說這個是作為接班來用的 但問題是那個時候的模式就是要排之論背 排之論背 就是說一步一步走 就不可以讓他們就好像越位那樣 即是說特步好像屏幕青雲那樣 突然就坐直升機上 基本上以前的那個風氣是這樣的 OK 但是這樣的話 說的話呢 說就說保守一些 一步一步來 但是呢 也都衍生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它會接收了很多那些舊有的那些 無論是坐中負責的那些 複雜的那些關係 或者是那些權利的這個權衡 變成它會是很容易迷失了自己 但是問題呢 我們看回歷史也好 看回怎樣也好 每一次重大的變革 其實是有些年輕人在推動的 我不說國外 就是說中國也好 你五四運動 黃花江那些歷史也好 接著呢 共產黨就是統治之下的這個八九的民運 是吧 接著香港的黃雨傘運動 接著到現在的這個運動 你看不看到 全部都是在年輕人在推動的 因為他們呢 就是說它沒有這麼多的那些負擔 我不用去權衡這個利益的關係 我也都不需要就是顧及那些政治的利益 去勾對 我只是就是說那個社會進步要做到什麼 它是看到這件事 它看不到那些平衡 所以它是一種就是可以說是政壇上面是一部清流 它沒有什麼受污染的 OK 這個是講的是正面 第二方面呢 我們也都要看到 就是說6月9號以來 你覺不覺呢 現在所有的政府 警察 它主要就是針對那個拘捕對象 全部都是年輕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們知道就是說 它們才是主流嘛 所以就將它們抓了它 然後呢 就是說帶出一個恐怖的氣氛 令到其他人收聲 都是這樣 你看不見到 就是說最受打壓的就是這幫年輕人 這幫年輕人也都是推動這個社會的一個最主要的一個動力 所以其實呢 我以前可能都會是認同以前的那套 就是第三T隊 慢慢派著隊長 但問題就是說 你來到這個時刻 社會要進步要成的話呢 它一定是要經過一個浸痛的 那就是說 你一定要放權給那些年輕人 那現在呢 在這個區議會這個選舉上呢 你可以看到其實大家都認識到這個東西 所以就無論建制也好 無論泛民也好 那全部就把那些年輕人推上來 而且呢 現在還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到 就是說那些藍絲啊 建制啊 舉那些年輕人出來 最搞笑的是 在那裡扮成黃絲啊 最搞笑的是 就是在他們的觀念裡面呢 年輕人就等於黃絲 問題是這件事情 我們都知道 就是稍微有常識的都知道 沒可能的嘛 大佬 是不是有騷就不是一定是老闆的嘛 嗯嗯嗯 是的 那現在就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 接下來11月的這個區議會選舉 就是說 會看到這樣 就是七成以上全部都年輕的 換了所有新的年項的 那這件事情的話呢 就是在這方面 你會怎樣看 就是說 接下來11月這個區議會選舉之後 香港的那個政治的形勢 你怎麼看 我先補充一下 前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曾經說過 你現在港共政府 拉這麼多學生 製造這麼多的政治犯 將那些年輕人推向政府的對立面 首先錯的是政府 對了 然後呢 現在的年輕人 無論是建制也好 泛民也好 帶出來的這些年輕人 從一個選舉工程 已經看到哪些是真黃絲 哪些是假獨立真建制了 那也都有些區選的候選人呢 就被人問到他 說 你怎麼看香港的那些警察打 年輕人啊 基本上他是答不出的 是不是? 不敢答 因為我們都看到很多這些事情 怕自己講錯話 你本身建制派已經理虧在先 建制派做的事情 全部都是為保駕護航 扭曲是非的事情 做的都是這些動作 而且跟著政府的後面呢 跟車太貼了 真是會撤毀人亡 現在到今天這個時候 可以說是真正用票債票償來去懲罰這幫人了 而年輕人的這一批呢 很有順序 我看到泛民這邊 無論是民主黨也好 其他政黨也好 他很有順序地安排到 例如歐樂軒啊 岑毛輝啊這些一路安排 就是說圍繞著整個運動 你說他有沒有靠這個運動來拿光環呢? 這件事情要問他自己本人才知道 但是他確確實實是站在整個運動的前線 基本上是前線 直接是面對暴力的黑警 他所做的事情 你不可以否認了 他說為了拿道德光環 是不是?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大勢所趨的 因為他們一路以來都是站在這個運動的封口浪尖 所以他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我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你覺得是不是? 這個是大勢所趨 或者是叫做時勢做英雄 是的 那你救吉士的 你的建制法 你都可以站在前面 叫那些警察不要再打些 不要再打些選民 不是打市民 不要打選民 是不是? OK 我反而就在那裡看 就是這次這個運動 真的是天時地利人和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2014年那時候的那個雨傘運動 就是說很多的市民 其實包括我在內 真的是完全都不知曉的 到後來是因為就是說自己本能覺得 覺得整場運動被人利用了 至於是哪些人利用呢? 一定是別有用心的 至於是怎麼樣? 因為我始終都不太清楚內情 所以是對學生是抱著一種懷疑的態度 OK 到今時今日就是經過了雨傘運動的醞釀 而發展下來 而且大家也都是一路一路看著這個政府 就真的是在共產黨的這個 大家都其實都心知肚明 現在的港府 香港政府 全部都是人家的扯錢公仔 根本都不到他的話事 他背後那個話事人要做什麼去做什麼 你背後那些話事人那個腐敗 那種貪污 那種淫亂 那種奢華的那種生活 大家也都是周不時會在那些 就是說你無論是當野屎也好 無論怎麼樣也好 其實都看到一二的 因為始終這邊沒有防火牆 都會了解一二 所以說你避著被一個這樣腐敗的一個政府 在那裡沒有來沒有去 這個社會一定不會好的 所以這個求變的心就越來越深 這個矛盾是越來越激化 走到今時今日這一步 就是說這個醞釀的過程 令到全港的市民 是一個覺醒的一個過程 現在就已經去到 就是說大部份人已經覺醒了 在這個土壤 就是說再開花結果 順理成章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 現在是天時地利又和 就是說在市民的過程中 醒覺的過程 都經過了一段時間 第二個就是說社會 世界上的大趨勢 就是說結合我們爆料的革命 就是說將更加多的真相爆出來 以前只知道共產黨怎麼腐敗 原來共產黨現在收買了這麼多 還在全世界收買佈局 這件事就是令到全世界的焦點 集中在中共的身上 而且就將以前是 就是說前蘇聯 前蘇聯到了之後是俄羅斯 一直將它做一個假想敵 誰知道就是說 靜雞雞自己身邊 伏著一個這麼大的一隻狼 而且那個狼現在變成了惡魔 現在就是說大家將那個注意力 成功是轉移了去這裡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轉變 為什麼就是天時地利人和 就是說第三樣東西就是 因為它自己作死 又封底 又搞這樣搞那樣 所以幾樣東西是最合作 共產黨一定要 全大家是看到了 現在是共同的共識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你這樣搞香港 所以香港就一定要反抗 要推翻它的統治 一定要重新來過 既然要推倒重來 那這些紅樓一定要靠這幫年輕人 而不是應該靠以往的既然的 那個利益的那些勾隊 或者是利益共同體 靠它們根本沒有可能 而且我看到就是 這幫年輕人做事 剛才好像你說的 就是非常之有規律、有系統 因為它們就是接受新的事物 而且它們也都在 就是說2014的雨傘運動裡面 吸收了那些教訓 所以你看它現在不停的 就是說民村方面 或者是民間的記者會 民間的外交方面 非常之有系統的 一個去推進的 其實就是說你在這裡 其實已經是看到 民間的這個政府 全民意證的這個影子在這裡 我們之前也說過很多次 就是說民間記招 其實就是民宣部 或者是政府的發言人 好了 而這個外交 包括黃之鋒去聽證會 包括現在我們也知道 就是說有一群在歐洲那邊 活動的這些人 這個民間外交 是吧 是吧 然後呢 文宣就是宣傳部 是吧 前線那些 就是我們最初型的軍隊 前線的勇武 好 我補充一下 而且這幫年輕人的自我修復功能 也是很高的 我們看到它之前曾經是 是裝修錯了一間商店 他們會去做一個補救的工作 就是說不會令到普通的市民 認為這幫年輕人 是一些的 有暴力行為 就是很明顯是針對一些 那些中資的企業 港共的企業 是的 那是 就是說他們的自律能力 使得我們 對他們是有信心的 我覺得他們是不會亂來的 就是因為在前線 受著這麼多人的打壓 對著這麼殘暴的警察 他都可以自律 我覺得這件事是非常值得驕傲的 也是使得廣大的市民非常放心 可以將這個政府交給他們的一個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而且就是說 我們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香港 雖然是回歸了22年 但是很多 就是說政府的中層這一層 就是中低層的這個架構 是沒有怎麼變過的 就是說這個是由以前 英國人幫我們發好的這個框架 這個框架雖然是受到破維 但是那個架都還在那裡 那要恢復起來的話 應該都挺快的 這個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立法會裡面 雖然我們一直是 入不了這個行政班子裡 這個民主派是入不了它的 但是就在立法會裡面來講的話 它這個監督的功能 都非常的健全的 只不過是不給它發揮作用的 就是說捐空子 硬硬在那裡搞什麼 拉布啊搞這些東西 就是搞人海戰術 一斤就在那裡搞這些東西 如果說一天 當它就是說 康復了 康復它 康復它以前那種監督的功能 立法監督這個功能來講的話 它應該都很快會 就是說進行這個常態 這個已經是一個健康的框架在那裡的 而且就是說 立法來講的話 他們一直以來都有參與到 怎麼去立法 我覺得這件事情的話 就是說 所以為什麼就是 香港 都是一個非常健康的社會 就是在這裡 就是說它要恢復起來 起碼它不是病入高科 它只不過現在是傷風感冒而已 你給它一兩劑藥 它很容易恢復一下 那麼這件事 那麼第三就是說 大家在這一場的運動裡面 看到就是說 新聞的這個監督的作用 所以就是說 新聞自由在香港幾乎可貴 第二就是說 接著就是監督政府的這個 證明好像連政公署那樣 連政公署是 它沒有發揮到它已經有的作用而已 但是這個架構在那裡 那麼我將它撥亂反證之後 你麻煩你跟我去 就是說監督這些政府的官員 這些就是說 你不可以讓它行差打錯 你要接受監管 你要公開透明 那麼很容易就會發入正軌的 對不對 是的 是的 那原先英國佬流下來這個架構 是一個好的 而以前的港共政府的施政 不斷在搬龍門 偷磚 挖牆腳 所有的陰招都是想摧毀這個架構 而新的民間的政府 都可以為這個原有的架構 各種不足去添專家瓦 將它完善好一個制度 是的 是的 就是因為它沒有被侵蝕到病入高方 所以它的自然能力都非常之強的 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這幫年輕人在這個過程 就是在6月打後的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說自己修正的行為 自己自修的這個功能 就是一做錯就立刻改 就是說民調一方 一看那個方向不受支持 立刻就說不做了 就是你可以看到 年輕人的那種活力 是令到這個社會 是充滿了活力的 就不像一般那些老型的那些 被人覺得是武器層層的那種 就是起碼你見不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任何一個社會 它應該要保持一定的活力 才有心機的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現在的年輕人呢 他們也都是有看著那個民調來行動的 就不會說好像港共政府 說民調是什麼 就算我民調是跌到去零 我都還要壓著那個坑 是的 嗯嗯嗯 現在的港共政府有些被人 就是有些簡直是被人感覺到 是一個霸王眼上攻的模式 之前霸王眼上攻 昨天前天 就是了 林鄭被人問 聽聞了 四中全會會撤換你 還在那裡死撐 不是啊 我沒有聽說過 中央政府都還是支持我的 你拿個帽子 你碰到那個後面的皮 你可以怎樣呢 是嗎 賴死不走 是的 所以這個港共政權呢 就一定要推 一定要推回它重新 擴救立新才行 是的 所以呢 而且我們對這一日到來呢 都非常充滿了信心的 特別是現在呢 就是說香港這個人權法 已經是 就是說在美國那邊呢 就是眾議院已經通過了 那麼參議院呢 現在應該都會加快這個進程 那麼 而且呢 我們也都看到呢 就是特朗普呢 應該都會是雷厲風行的了 就是說由他對ISIS的這個 這個戰術方面 我們都可以看到 就是說他的特點 而且呢 也都知道呢 就是說美軍 在中東那邊的佈局 就是說呢 它已經是成功將它轉移了 將那個重點呢 全部呢 是在CCP的 就是大家都看到了 那個戰略的重點是CCP 原來應該呢 就被它分散這個精力 那所以呢 現在呢就是說 無論是軍事 這個金融 或者是接下來的這個貨幣方面 貨幣戰方面來講的話呢 包括中美貿易 只不過是其中一部分 都可以看到 那個目標都非常的明確的 就是說不會再被它呢 才被割走的 是吧 嗯 那我們 我們在國內 微信都有說 稱呼 川普呢 叫做是老中醫 打蛇尊 專門是打七川 嗯 那你好像現在 對 這個伊斯蘭國的組織的 核心領導人呢 直接是用一個斬首的行動 嗯 那可想而知呢 我相信 也都是做給中共看的 剛好 斬首行動是在 四中全會開之前的 那這個是很明顯的訊號 是在警告著中共 不是警告 這個不是警告的 這個不是警告的 實際上是在做給你看 就是看它分幾步行的 而且現在就說 就是北京裏面呢 早兩天 就是 孟貴也有說 它突然間 大批的坦克 和將一架車開了 就進入北京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現在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 我們沒有料 我們只在在亂猜的 那就是說 其實現在裡面 就真的好像火藥庫那樣 就是 差一滴的那些火星 就會整個在那裡炸的 那現在到底是炸成怎樣 我們不知道 是啊 我只是看報紙 知道什麼陳文爾 跟誰 進了去常委 都不可以說他們 神仙打架了 神仙打架 真的 神仙打架 都不是叫神仙 神仙是救人的 那些魔王在那裡互相鬥歐 是不是 我們的小平民 是不想相及無辜的 是不想受到什麼傷害 我們發生 你也遠一遠 最好就是說 袖手旁觀就行了 人家神仙打架 關我們什麼事 是啊 那我都補充一下 這兩天 蘋果那邊 就出了一份 出了一份文 就說 是不再參加警方的記招 是嗎 是啊 是啊 還有呢 就 經濟日報那邊 就 有三個記者 被秋後算帳 那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 這個魔警 和港共政府 將傳媒 推向自己的對立面 那 它的滅亡呢 是不是 還會快些呢 是啊 因為沒辦法 其實就是說 第一 你警方的記招 其實參不參加 真是 在我來講的話 真是意思不大 你來來去去 都看到 就是說帶人遊花園 對人家的提問 就避而不達 好像背稿 一樓一樓 一樓一樓在那裡背 接著呢 就抓住小小的那些 那些 就是被人有用心 就是說轉移了視線的那些 都不知道是真還是假的視頻 就是說 拆裝嫁禍的那些視頻 就抓住這些 大做文章 就說 那些勇武 如何這個 是暴徒 就是總之是為了這些 做理由 那你這些 其實講句老實話 就是說 如果說大家一直看著直播 在那裡 就是說在播的 無論是有線也好 立場也好 蘋果也好 這麼多新聞 有直播在那裡看 我就相信你幾招 是吧 所以這件事 根本也是白費 白費口事 那麼第二個 就是說 因為共產黨一直以來 都是在那裡 掩著的真相 他是想掩蓋的真相 他是想掩蓋的真相 想讓你知道 他想你知道的那些東西 那其實 這一招 特別是現在 這個時候 對香港人 這一招根本是沒有用的 是的 現在警方 現在警方呢 就當傳媒呢 是當一個傳聲筒那樣 但是 傳媒也都不會說 跌入你這個陷阱的 那它 傳媒的作用 是報導真相 而已 不是做你 港共政府的傳聲筒 而你 所謂警方 方言的方 報導出來的東西 拿出來講的東西 那些口吻呢 就完全跟外交部 華春瑩那些人的口吻是一樣的 基本上 沒有正面回答到記者的提問 還有721 你 有什麼 都要講清楚它 831 你都要講清楚它 是不是 那你基本上 是完全沒有 答到記者這些提問的 那你還開這個 記招來做什麼呢 所以說 記者 那個只可以說 為什麼呢 是警方 警方的新聞發佈會 它根本是沒有預理的 記者去提問 它只不過呢 就是希望那些記者 就好像那些中央台的 或者是 就是說 就是國內的那些喉事這樣 就是大家一場一和這樣 在那裡唱雙王 但問題就是說在新聞自由的地方的話 你是真還是假 一眼已經太囂張了 沒有意思的這件事 嗯 是啊 那傳媒根本沒有必要 要做你的傳聲筒 是不是呢 現在自媒體這麼發展 發生了什麼事 個個都在手機也好 在各個不同的渠道 都看到直播著的內容 是不是 發生著什麼事 你只不過是 現在你的記招 警方的記招 給一個你掩蓋的渠道 是不是 我連掩蓋的渠道 我都不看 就是說記者都不光顧你了 是不是 那 騙採自由是每一間報館的 份內事 那你只不過是 將直播的畫面 用文筆去描述 清楚它就可以了 用什麼聽你警方的 亂吹噓 那你知道了 現在是共產黨 一向都是控制著這個傳媒的 所以自自然它看不過眼 它看《蘋果》、《立場》 這些講真話 這些傳媒它看不順眼 就是一直想拳制著你 既然拳制不了 既然是 就是說 這件事情就是 那種信我借槍 而我借亡的那種心態 我拳制不了你了 我就滅了你了 就是這些是共產黨 那種專宏 就是 所以 根本大家是在對立的 那個《經濟日報》的 是的 是的 石鏡泉 那《經濟日報》的 秋後算帳 這幾個記者 我感覺都不是意料之外的事 那你的記者不聽話 就炒毀了你了 是的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的香港 就是因為共產黨的這個 統治的這個手法 所以是令到這個社會 就不停的撕裂 撕裂 大家對立到 真的是水火不相容的 只有就是說 一方滅了另外一方 要不就你共產黨殺了我 要不我就趕走你共產黨 滅了你共產黨 就是這麼簡單 嗯 而且香港現在都非常之 就是說立場清晰 都知道自己在對付的是 這個共產黨這個政權 而不是說林鄭政府 因為林鄭政府 只不過在前面一個棄子 嗯 嗯 是的 是的 話題就先講到這麼多 我們明天再跟大家見 好嗎 OK 拜拜 各位 拜拜 我們請大家 我們來示範 不提供